这是世界上最难转动的齿轮 就算把全宇宙的能量拿来 都无法让全部的齿轮转起来 可以说没有人能看到最后一圈 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谷歌尔齿轮 那么看似结构简单的齿轮 为何耗费整个宇宙的能量都没办法全部转动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齿轮的结构 可以看到这个机械装置就是100个齿轮 通过两根轴交错固定在一起 但如果单拿出来其中一个 就能发现大齿轮中间还带有一个小的齿轮结构 它正好可以与另一根轴上的大齿轮念合 而这就是谷歌尔齿轮难以全部转动的玄机 它其实就是一组减速齿轮 什么意思 画面中是用乐高拼成的齿轮组 可以看到当这个齿轮开始转动时 低个小齿轮的转速明显高于其他的齿轮 而且随着顺序齿轮转的是越来越慢 我们把这个齿轮组简化一下 让一个大齿轮一号和小齿轮二号逆合 能看到小齿轮转三四圈 大齿轮才能转一圈 这是因为一号是和二号连接的 所以二号将会带动一号运动 但大齿轮上面的齿数比小齿轮多 所以它的转速会比小齿轮慢 而大小齿轮的转速比其实就是它们之间齿数的比例 这就不难理解谷歌二齿轮为何难以全部转动了 在这个机械装置的单个齿轮中 小齿轮的齿数为10 外圈的大齿轮则是有100个齿数 所以它们之间的齿轮比就为10比1 齿数比决定了减速比 就这样层层递减 后面的齿轮按照排序 旋转速度逐渐降低 也就是说第一个齿轮需要转的足够多 后面的齿轮才能慢慢开始转动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想让这个装置中最后一个齿轮旋转一圈 第一个齿轮要转多少圈呢 根据齿轮的减速比 每一个齿轮的传递都是以10为单位 也就是说第一个转一圈 传递到第二个的时候 就变成了10的负1次方圈 以此类推第三个就是10的负2次方圈 那么第一百个就是10的负99次方圈 那么要想让第一百个齿轮转一圈 第一个齿轮就得转10的100次方圈 这是什么概念呢 目前宇宙中已知的基本粒子数目 大约在10的72次方到10的87次方之间 我国自主研制的天鹤二号超级计算机 峰值计算速度能高达每秒5.49乘10的16次方次 但仍然远远小于10的100次方 我们假设第一个齿轮旋转一圈的时间是一秒 那么旋转10的100次方圈 就要花费约为3.17乘以10的92次方年 远超于宇宙诞生的年份 也有人说可以试着给齿轮提速 这样时间不就缩短了 这种方式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齿轮的转速越快 需要的能量也就越大 据估算要想让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旋转起来 先不说齿轮的材料是否能支撑 就是把全宇宙的能量投进去 也是不可能完成的